對於一個創作者、一個創客來說 上科時所學到的未必是最多的 相反,動手製造一件東西 所學到的才是最實用的 哪怕你只是製造一件小發明 又或者你是安裝一輛 可以坐得人的電動高卡車 你一定會有當中學到很多學問 不如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在這個行期 聖典德的創客學會 如何由武道友安裝出一部 能夠坐得人的電動高卡車 兩片雷電動高分拜 兩片雷電動高分拜 通告是一次電動高分數 二片雷電動高分數 你可以先往下載 放入到了兩個時間 一部電動高分數 公開到某一部電動高分數 我撕上去 手刮 大概 拍着看 顺 اور不休息 來吧, 超開心的, 對吧? 開心吧, 整輛組裝出來 最快速度 轉彎 最快的 我們創學校和我組裝這兩輛車 不單是他們自己過足人 而且還可以招呼到小學的同學 上來參加Steam Fuging Track 希望大家在節目中 可以分享我們的喜悅 再見